今天知識小學堂 馬上要帶您來關心的是 川普現在又在他的推特上抱怨了 抱怨什麼呢 他說先前我們好不容易 跟中國簽了一個很不錯的協議 他指的是美中貿易協定 但是呢 他說現在受到疫情的影響 已經奪走了非常多的無辜生命 這些損失是我們再跟中國簽 100個貿易協議再好的條件 也沒有辦法彌補的 那無獨有我們看看 美國的兩大情報單位 現在也都提出了一些警告 首先呢是中央情報局 就指控中國在今年1月份的時候 就不斷的施壓世衛組織 要求他們或者是阻止世衛 不要那麼快的對全世界發出示警 另一方面呢 在1月到2月這段時間 一個多月的時間 從世界各地去收刮物資 然後呢就囤了超過20億個口罩 25億個防護設備 而FBI則指控中國企業 企圖中國呢是企圖要對美國所研發出來的 肺炎疫苗去進行偷搶 截到害 那這部分呢 FBI就有提醒各大單位應該要趕快 把這個防護設備給提高 免得真的辛苦研發的這些成果都被偷走了 甚至在美國還做了一份民調 有高達七成的美國人認為中國必須要負責 而且接受懲罰 甚至還有過半的美國人認為中國應該要對疫情賠償來表示責任 好那我們看完了美國的部分 我們接著來看看中方怎麼回應呢 身為官媒環球網就說 不覺得美國這些政客有點太過分了嗎 一味的指責我們中國 你們美國怎麼不去檢討自己防疫不當 然後呢一直說是中國害的 所以呢他們就要求說 是不是應該要去懲戒這些爛訴成癮的美國官員呢 然後我們看到的是央視 央視最近晚間的節目主播的用詞也越來越犀利了 好甚至呢在這個節目當中喔 一口氣出現了17個四字詞語來批評這些美國政客 說他們是歪嘴吹燈啦 幕侯而冠啦 呃還有一股邪氣 人神共憤等等好 這些詞都出來了 所以就有人說怎麼感覺好像看央視新聞 越看越覺得很像在看北韓的新聞呢 那再來我們關注的是習近平最近的動向 根據了解喔 他在4月20號的時候跑到了陝西秦嶺 5月11號又到山西的雲剛石窟 做什麼呢 嗯有人就覺得說他可能是要去拜佛 尋求心靈的平靜 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他壓力很大嘛 擁護他的跟反對他的 現在好像已經勢均力敵了 所以呢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似乎也想要趕快尋求解放 那說到了這個秦嶺 秦嶺過去就被稱為是華夏文明龍脈 那在陝西陝西也是習近平跟他爸爸的一個發跡地 所以他就重返發跡地 那再來呢就是可能也是要藉由這個佛像神明的力量 希望可以讓自己想想辦法度過難關 好那再來看看我們台灣的部分 下週一5月18號即將要進行世界衛生大會 可是台灣並沒有禍邀 好那現在呢我們就有看到106個歐洲政要 他們公開發表了一個聯名信要相挺台灣 希望可以把陳時中送進世衛大會 進行一個視訊的會議 再來呢就是14個友邦現在也都全數完成提案 也支持台灣加入世衛大會 而且還有日本的外相喔 這個外務大成也說 台灣的防疫做得很好啊 為什麼不能參與呢 他認為問題就在中國 他說出了安倍不敢說的兩個字中國 那再來就是美國的國務院也打臉譚德塞 因為譚德塞就說 不是我們不讓台灣加入世衛大會嘛 不讓台灣參與嘛 而是因為我無權這樣做 可是國務院的發言人馬上就找出了資料說 誰說的在譚德塞以前的秘書長都有曾經邀請台灣參與 走火入魔的美國政客不是在玩火 而是在玩命 不斷刷新著地球人對謊言的認知 央視每天晚上七點新聞聯播自從美中關心 因為武漢肺炎疫情點燃戰火後 幾乎每晚都可以觀賞主播暴怒秀 幕侯而慣的這些政客幹出的莊莊賢賢 幾乎到了人神共憤的地步 平時政經發白的央視主播瞬間憤怒直爆表 罵起美國政界毫不留情 美國人民如果任由少數反華政客操弄麥卡錫主義那一套 搞得人人自卑 損人害己 那只能說是美利堅的悲哀 中國與北韓不愧是鮮血凝成的友誼 連主播大內宣都有87分項 先前毛起來標罵美國國務卿龐佩奧 延續著這股怒氣再酸美國疫情全球最慘 那些歪嘴吹燈一股邪氣的美國政客 歷史會追究他們的責任 世界會跟他們算賬的 就拍疫情過後遭秋後算賬 中國官媒炮火對準美國 意圖把武漢肺炎疫情過錯 通通推給美國 用詞雖然犀利凶狠 但也意外成了央視版四字成語 和先後與大權 三內信用的Ring報導 在監督上 絲跟美金 聽由